台中一名男子凌晨在弗林路要开车的时候 突然一旁冲出另外一辆车 下来了两名男子 拿着铝棒对他的车就是一阵猛杂 甚至还把人给拖下车殴打 可以看到这辆百色休旅车 车窗的玻璃有好几面都被砸破 车头甚至还撞上了电线杆 擦撞到停在路旁的另一辆车 所以你没去 有 有听到有人在卡车还是吗 也没有 所以你听到弄到 弄到电池的车才差 一车很大车 就在我们家门口 好那么警消赶到现场之后 立刻将左手被打到骨折的男子送医 而被打男子向警方表示他并不认识对方 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被砸车殴打 至于双方是否有发生行车纠纷 或者是有其他的事件 警方现在也要进一步调查 现在也已经调阅沿线监视器 掌握涉案嫌犯的车牌 要尽速把人给约谈到案